今天听到了一个大瓜 有在墨尔本医院工作的医生爆料说 他们英国人院长透露 凯特在2月份去世了 当时事发之后 为了抢救凯特和夏洛特公主 把墨尔本最好的医疗团队 调到了英国进行紧急救治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两个都不幸离世 我记得在2月6号那天 澳洲人都在讨论 为什么英国莫名其妙的降了半旗呢 还有人爆料说 看到直升飞机在此前去王室那里救人了 感觉这些好像都对上了 外媒是这么说的 去年12月底与王子青梅竹马的小三有了孩子 王妃气不过被王子打还被捅了 夏洛特公主为了保护妈妈也遇到了危险 有西班牙记者爆料说过 王妃在接受插管治疗 感觉被捅了这件事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但是是王子还是小三干的 目前外网的两种说法都有 凯特目前的情况也有两种说法 一是在康复中二是已经去世 还有两件事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3月12日王妃母亲发生了严重车祸 至今下落不明 还有外网很多人都在说 近期还发生了另一件蹊跷的事 就是威廉的唐姑父 王室驸马托马斯金斯顿 突然猝死 年仅45岁 有人说凯特这件事就是在八卦 说实话我觉得比八卦严重 因为英王室在所有英联邦国家 甚至是西方的地位和影响力 还是很大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传闻中的事情 后果相当的严重 不只是整个王室的西域名声 当然无存 如果借机会有人要把他们彻底一网打尽 都是有可能的 再接下来英国会乱 英联邦会乱 这事情还真不是个简单的八卦 而且如果外国的老百姓 不把这事当回事的话 他们断然不会这么说的 有人说我本不相信阴谋论 但现在我非常担心 令人毛骨悚然 希望凯特没事 是的4月有一件大事即将到来 这正在迅速进入悬疑惊悚片领域 令人心寒 我觉得幕后正在发生一些重大事情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正在发生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情 记住我的话 他现在需要出来才能驳斥这些阴谋 我希望他还活着 天哪 他们对凯特做了什么 看看铺天盖地的报道 文章 视频 报刊杂志到处都是 如今他们王室的意思 大概是等到复活节 也就是月底 王妃会出来的 那我们就等着看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 3月14日威廉王子最近一次露面 还是在伦敦参加一个活动 当时他跟孩子们一起下厨 打篮球打台球 期间还笑得很开心 不管哪种传言是真的 凯特是没了还是病重 好像都不该看到他这么灿烂的笑容 最后跟大家来科普一个事 什么叫做皇家特权 就是说因为他们王室的特殊身份 享有一定的独有权利和豁免权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简单讲 据我所知 应该是说国王级别才能有这种权限 所以假设说威廉犯罪了 恐怕是不能被豁免的 当然除非事实被掩盖 没人知道真相 又或者在他登上国王位置之后才爆雷 然后查尔斯现在病重是吧 难道是有意拖延 越想越恐怖 而一直跟他不对付的哈里王子也很有意思 一向逮着个机会都跟他对着干 这次这么大的一个瓜 好像没看到他落井下石 这才证明事情严重 连他都不敢随便说话了 谁知道他们内部有什么秘密勾当 让有些人闭嘴了 从凯特上次出现 已经是去年12月 事情被压了几个月的热度 才有媒体敢说 是不是也反映出 他们的所谓信息公开透明很扯 就是一个普通人 除了是失踪了 都是很大的事 更何况是凯特王妃 他们都可以这么儿戏的掩盖 不过要不了多久 两周之后复活节一到 他出现不出现 如果出现了 以什么样的姿态就都清楚了 但不管他是生是死 英国王室的这一波操作 都让外国老百姓感到不安 王室如果真的新一度完蛋了 我们要关注一下 因为英联邦和西方 会有个比较大的震荡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